致辭到一半被主持人打斷 毕竟实际算得准 可比主帅讲话还重要 胡友宜尴尬笑笑 他以母亲之姿 帮立委参选人林金杰站台 朱立伦连胜文都到场 对内大团结 对外蓝白河却仍卡关 柯文哲不接受蓝营的两种方案 坚持全民调 但赢在误差范围 也愿当副手 不过朱立伦爆料 一开始可属意其中日本方案 郭政党第一名的立委 候选69个 民众党11个 那当时他干嘛 跟朱主席讨论的时候 原则上他同意这个方案呢 上次我们三个人 跟朱主席跟朱主席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谈到了 我们三个有共识 就不要再回到原点 言下之意否决科的全民调理让法 但黄珊珊前一天透露 这是民众党最后方案 还说柯文哲下周安排跟副总统人选合照 施压蓝营意味浓厚 不过国民党也抛出15名县市首长 坚定支持党中央所提方案 有意用组织战术回击 一定要去计算说谁一定赢 那我也再次讲掉一件事情 这样就很难谈了 他听完他是很支持日本模式的 为什么变了 我相信是他的主战派 他的主战派又影响他了 中主席在帮柯文哲缓夹 但蓝白小鸡遭就耐性全失 蓝营立委参选人徐晓鑫直言 火车已经过站 应该各自征询 复首人选 双方再多谈一天 都是对选情的互相伤害 民众党台中市议员 江河树也炮轰 柯文哲已经让步 不解百年大党的国民党 到底在怕什么 蓝白持续 歹系脱棚 外界也雾里看花 三星期五 黄星前正改周 先教授新闻不到